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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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想這個治療是八八款 那醫生我們目前怎麼樣替這些職業性癌症 來做一些分類 這個職業性癌症 比較大家現在國際上診斷比較多的 事實上是跟食棉有關 那食棉它的用途大概超過2000種 譬如說製造防火布、防火棉 還有我們這個防火磚 還有任何做鍋爐隔熱 還有一些鍋爐出來的那個蒸氣的管線 它外面包的常常是食棉 那在過去差不多所有的船 為了要減少火災的機會 每一船艙都是用食棉來做隔離 那所以拆船業還有做這個 剛才所談的這一些食棉相關的工作 都有可能 是 醫生您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台北 在台大服務 那就您醫生看診的經驗就是 現在目前哪一些的一些職業性癌症 是比較嚴重 或是說目前比如說看診的時候 它已經到達末期或之類的 實棉引起的癌症其實是 我認為差不多現在 因為它的潛伏期特別是惡性肩皮瘤 差不多是30年到35年 那我們台灣用最多實棉的時候 一年大概三萬六千噸 差不多在1986年 現在算起來 就差不多現在逐漸 這一類的病人會 他勞工他也差不多快退休 那麼有的是在非常年輕的時候鋪路 那麼當然就是有可能是 還沒有年紀那麼大 但是我們現在碰到好多 大概都是五六十歲 那麼這個相關的工作就是 實棉相關的各種製造 包括實棉碗 煞車來臨 包括實棉的浴石的裡面它的加工 還有防火布 防火棉等等 醫生長現在目前強調是 實棉引起的相關病變 那有沒有一些南北的差異是比較嚴重的 這個倒不一定是南北差異 我們過去看到的癌症 有一個病是製造巴拉瓜除草劑的時候 那個病人他發生皮膚癌症 那個大概當時我們 實際上到28家的農藥製造廠裡面去 那麼我們看到大概70個病人 那大部分都還是在癌症的早期 比較明顯的癌症大概差不多有10個 那那個病呢 就是早期發現把它拿掉 那就應該是不會有生命危險 但是10年引起的其他的病 大概就是一輩子 大概它的致死率比較高 是 我想現在醫療非常 這個資訊非常發達 我想民眾比較清楚 清楚大概是一個職業傷病 但是對這個職業性癌症來講 可能相對就比較難察覺 像醫生剛剛提到的 那有沒有一些先起比較具體的徵兆可以來參考 很不幸的就是癌症的 職業性癌症跟一般的癌症沒有重大的不同 沒有重大不同 比較少數的就是剛才所談的惡性肩皮瘤 這個的話大概95%到97%一定是跟實棉有關 那麼有很多是在家裡面暴露到實棉 因為他們所居住的地方離開實棉製造的地方 大概在500公尺或是1公里範圍以內 在其他的國家 譬如說日本有很多這樣的案例 是 我想大家都不願意見到剛剛醫生提到 這些實棉造成癌症的一些威脅 但是所以醫生相對下你們的角色非常重要 你們在診斷上面有沒有一些比較具體 或者是可以認定的一個基準 可以讓這些病患知道他的工作造成癌症 職業性癌症最困難的地方就是他的認定 對 他認定的主要的幾個條件 第一個要先有癌症 有病 那麼第二個就是有暴露的證據 這個暴露的證據是最困難的部分 因為比如說10年 他是10年到30年前的暴露 當時的空氣採樣資料各方面都還沒有那麼發達 我們當時早期的法規也沒有規定 所以常常就不一定有 不過我個人在差不多是25、6、7年前 我們對台灣的10年工廠大概有20幾家做過現場的採樣 所以我們有一點點資料 除了這個以外政府也有一點資料 但是這個以外就比較少 其他的化學物譬如說像巴拉瓜製造 那個也是後來才又在現場做採樣測定 都是非常少 那因為非常少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個職業性癌症的診斷 在民國97年98年 一年全年才只有診斷一個 96年95年各診斷兩個 但是首先我們國家開始注意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定出一些基準 那暴露的基準以外要符合持續性 就是暴露以後經過一段的時間 就是潛伏期或者是誘導期 然後才發生這個病 然後還有一個條件就是其他的國家 大家全世界都認定 譬如說哪一種化學物或是說實棉 他就是會跟這些肺癌 跟肩皮細胞流有關等等 這個我們叫做一致性 然後再綜合考量其他的醫學病因 這樣子我們才下一個認定 那因為這麼麻煩的關係 那麼而且這個診斷出來的時候 這個雇主需要按照 然後基法59條做補償 就給勞工做補償 所以這個難度相當的高 對啊 就是從暴露量 或是暴露時間夠不夠久 或說那個證據 要找出那個證據衝不衝足 其實很困難 那醫生我們除了剛剛提到實棉之外 還有巴拉藝之外 有沒有一些就是 好像長期噴灑殺蟲劑 也會造成一些 因為生或是鐵造成的一些潰爛之類的 這個是比較少 但是我個人曾經看過 就在我們嘉義的某一個鄉 他就是有一個專門噴灑農藥 那一次他把所有的農藥通通拿來 我們在門診仔細給他看 比較重要跟他的皮膚的病變有關係的 就是鐵甲深酸案 那一個病人後來就是 因為那個生本身也會造成肝癌 後來是因為肝癌去世 是 我想整個在診斷上面 真的是非常的一個困難 或是有他的難處 那醫生我們可不可以強調說 他的診斷的重要性到底是在哪裡 這個首先大概是 我們是蠻需要 癌瘤專家 癌瘤的專科醫師幫我們介紹 或者是如果我們自己 我們勞工朋友自己有懷疑說 跟我剛才講的那些東西 有關係 譬如說甲醛 譬如說甲醛的話 是跟呼吸道的癌症 或是無基酸 硫酸那一類 會在空氣中有物滴等等 那個都是呼吸道癌症 那如果是做染料的話 有芳香胺 它會造成膀胱癌 那不過我按照我過去的經驗 跟我看其他的國家的 職業性癌診斷的經驗知道 失眠大概是目前最有可能 那我在過去 我們來陳大這樣大概一年多 我們大概就診斷了五六個案子以上 這個本來在台北就是很難碰到 但是在我們這個地方 台南跟高雄兩個市 現在就是縣市合一 對 那麼主要就是有這個十年工廠 那我甚至我碰過一個個案 它認為它是通通只有做玻璃纖維 那我們年輕人一直跟他問的時候 也是以為說他只有接觸玻璃纖維 對 可是我們實際上在仔細問的時候 他曾經有一段很短的時間 差不多兩年多 他接某一個機車廠 他的排煙管 那裡面就有十年 我還跑去他的工作現場 把那個還剩下的十年找出來 那這個你不好好處理的話 就是其他的勞工還有 這個老闆 這工作現場老闆他的家人 也有可能繼續鋪入十年 然後就造成十年引起的相關的癌症 對啊 像醫生你們都要實力到這個工廠 去做自己監測 那雇主他們態度怎麼樣 他們應該是覺得你們是來老的 還是說來找麻煩的嗎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事情 我們主要的問是希望 除了給勞工一點正義 他不是沒有人希望在工作場所生病 對 在我們過去因為知識不發達 所以譬如說不曉得這個十年 那麼毒 那麼厲害 所以我們到現場去是希望要幫老闆跟現場作業的人員 共同解決排除找出這個問題 然後排除這個風險 是 那至少我們找到的我們已經就可以幫忙 其他的工人他不必再受這個苦 那但是當然呢 這個剛開始雇主他有時候他不一定能夠了解 他因為知識上受限的關係 不過他等到後來他慢慢知道 我們去事實上幫他預防他自己本身 我們台灣很多工廠都是家族裡面自己來經營 是 那麼幫助其他人不必再受這個苦 我想一般到某一個程度上 雖然他不滿意 但是還不至於說非常的生氣還是怎麼樣 是 我想我們剛剛提到很多強調都是診斷的重要性 但是因為我們站在這個勞工全員的保障來看 那一旦這個癌症被確定之後 他應該有得到一些相關的補助津貼 是不是請醫生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如果有被確診為職業性的疾病 或是傷害或者是癌症 那他如果是在我們陳大環境職業醫學科的話 那這個當然我們一定會給他有一個小小的手冊 這是勞委會他發的 讓他知道他的權益 至少除了醫療給付、傷病給付 就是這些免部分負擔 住院的那些免部分負擔以外 從不能工作的第四天開始 病人用他前六個月的平均投保薪資 的70%他都可以拿到薪水 這樣子大概可以拿一年 然後第二年的時候 如果說他還沒辦法回來工作 大概就是50% 那麼按照勞計法59條 雇主還需要把這個投保薪資 扣這個勞保局他出的不夠的部分 補足他勞工原有的薪資 至少這兩年 對 不過如果相對認定或是鑑定不成立的話 就是整個治療費用都是由全民健保來給付 沒有錯 我想之前醫生在談 自己會也知道 可以強力呼籲這個部分 就是說應該是由雇主來這邊負擔所有的職災的保險 這個其實全世界各國先進國家都是這樣 這個職業性癌症或是職業傷害 通通由雇主他們以保險的方式來給付 那很可惜的就是我們台灣在這方面比較落後 因為比較落後的關係 所以這個我們職業病的認定補償率 是其他先進國家的大概五十分之一到一百分之一而已 那癌症更少了 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那我是建議我極力呼籲是我們國家 勞委會應該立法立一個完全的職災保險法 而不是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這個補破洞這樣一個做法 那勞委會裡面有一些人 有一些官員還有一些立委他們擔心的事情是說 會不會加重雇主的負擔 那我現在在這個地方 我舉一兩個數字讓大家知道 職業病的保險它的那個費率 我們台灣是先進國家的差不多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而已 這麼低 我們是0.18% 就是勞工雇主的100塊錢給勞工的成本裡面 只有0.18塊 那韓國好了 韓國是每100塊錢1.78塊 是我們的十倍 如果是以德國的話是1.32塊 如果是芬蘭的話是1塊錢1% 日本他們安全衛生做得最好的 相當好的 他們也是差不多0.7塊 也是我們台灣的大概四倍五倍 相對真的非常的低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其實目前這些錢勞工如果發生問題 事實上就是沒有把職業病找出來 這些錢其實有全民健保跟全民來分擔 這個我覺得是很不公益 要改善的事情 雖然這個職業不分貴賤 但是有些工作真的是會有一些職業傷病 或甚至職業性癌症 那我們怎麼樣去預防 我們是不是請醫生來提醒一下這個勞工朋友 這個最重要的第一個事情就是 你到一個新的地方去工作的時候 你先把你所會接觸的各種物質 它的安全性你都先把它了解 我們叫做物質安全資料表 那在過去沒有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勞工得了肝炎 得了腎臟衰竭 根本都不知道是跟這個工作有關 那後來我們就呼籲 我們在台灣發現八種職業病以後 我們就呼籲政府 那麼政府後來在1993年 他也立了一個法 就是安全衛生法底下的執法 叫做危險物質有害物通勢規則 這個規則就規定說勞工有權 就是雇主他必須要請 他勞工所需要接觸的各種物質 他都需要一個安全資料 這個物質如果超過1%的內容以外 都要有這個安全資料 那這個安全資料 你就可以知道說你到底有沒有這個風險 那時免一定是大家一定要小心的 當然還有各種化學物 這個大概總共勞委會他有公布大概1000多種 醫生提到這個治癌物質 我想因為我們現在剛剛又提到這個縣市合併 那我們現在談的是 目前是如火如土在做這個入瓶轉案 那應該會有很多工人長期要接觸這個 瀝青還是跟煤膠油 這個有沒有問題啊 瀝青跟煤膠油也會造成各種皮膚癌 跟肺部有可能的癌症 那我覺得比較麻煩的是實棉瓦 實棉瓦你拆下來的時候 實棉在瓦上它不會使人吸到肺部裡面去 可是在拆實棉瓦的時候 你一定要做好隔離的措施 否則的話那一些東西就是拆的勞工 還有在附近的居民 他有可能會吸到這個實棉 對 就是說好像比如說實棉場它附近周遭的一些居民 如果遇到環境污染他同樣可以得病這樣 對 對 那這個如果說你有擔心或是你可以 就是到我們成大整個職業醫學 職業與環境病門診來 是 我想很多勞工朋友他是因為 或是病患他是因為身體不舒服 直接掛這個一般的內科外科或是皮膚科等等 那他怎麼會知道去掛所謂的職業病的這個商科 或是說這兩者有沒有特別的差異 或是說我們算是最後認定的一個單位嗎這樣 我們應該是這樣說啦 我們歡迎他有其他的任何一科的醫生轉過來 門診的這個普通門診的醫生轉過來都歡迎 那除此之外如果我們勞工朋友 他自己從網路從各個方面的資訊 他懷疑自己有這個問題 他也可以來掛 他來掛如果我們醫生認為說他極有可能說 我們會開一個職業商病門診單給他 他就可以免分負擔 那如果說他可能沒有關係 因為在來我們門診那邊看的時候 我們很仔細看了大概差不多有一半 事實上可能沒有關係 很快就可以跟他回答 他也可以解除他心裡面那個威脅感 那這個當然也是給那個老闆一點正義 因為有時候真的是沒有關係這樣 那目前我們政府在整個 不管是職業病或職業性癌症 這個防治體系上面 有沒有一些 醫生還有一些特別的建言 我們呼籲政府就是全面檢討 職災的保險法 不要現在散在好多個法律裡面 勞保條例 散在勞基法 散在職災勞工保護法 散在很多的那個裡面 那這個對我們的勞工補償不足 而且勞工一發生職業病的時候 他就面臨失業 因為他沒辦法工作 那雇主有的他不明白他裡面的情形 他就想說你沒辦法來工作了 他說你是不是應該就要離職等等 那這個其實是對我們基層的勞工們 就是會有很大很大的威脅 那我在先進的國家 其他我們現在講的是 就是西歐、北歐跟美國 或是澳洲、日本 人家通通通是有完整的 這個職災的保險條例 單一的法律 來照顧所有的這個有關職業傷病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 勞工一發生的時候 他知道到哪邊去找那個幫忙的 那個相關的那個資源 現在很多事實上是他找不到資源 那老闆一下子就讓他失業了 那這個勞工心裡面的壓力也非常的大 除了身體受苦以外 是我想最後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請醫生針對目前成大醫院 在這個職業性癌症上面 投入的服務跟這個 對勞工的服務 大概是有哪些比較迫切的 我覺得成大事實上 給南部的地區的我們的居民 帶來這個南北有稍微的 這個不平衡有一點改善 是 那這個職業病的部分 又特別感謝 其實是目前這個郭浩然主任 他的前一任另外郭育良主任 這個都是非常優秀的職業病的醫生 那繼續訓練下來的 我想我們整個團隊 一定是盡量來幫助我們 讓我們的勞工有一點正義 但是我們是有三分證據說三分話 如果說看來這個案子沒有辦法認定 那就要請你們多多原諒 但是在我們可以幫忙的情形底下 我們一定盡全力 謝謝 是 我想今天透過節目 就讓大家知道 我的癌症竟然跟工作有關 或者說我的工作竟然是 這個離癌的高危險群 藉此來呼籲大家能夠重視 同時也要還給這個離癌勞工一個公道 那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節目在這邊告一段落 感謝醫師現場蒂玲 更感謝觀眾朋友您的收看 再會 再會 多謝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